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在通知的情况之下就把我们的今年的冠军抹黑 说他是用来牛来做 那其实我们的证明上呢 我们来个多巴胺及各种的这种瘦肉筋都是零检出 不符合国家的标准 牛肉面业者拿出检测报告证明来记都在标准之内 行政院发言人事后发声明对影响到店家致歉 强调想表达的是 马政府2012年开放美国牛肉进口后 国人使用美牛已经是日常生活一部分 只要合乎国家标准都是安全无虞 相关论述都有科学根据还亲自登门消费 不仅亲自上门来吃面 更买了一百碗红烧牛肉面送给行政院同仁 却传出这笔三万九千元的订单被打上桶边 遭质疑是用公费出钱 第一名也立刻补上新的订单 澄清一百碗面绝对自掏腰包 希望争议就此平息 三天新闻各自刚出入军台北报道